接下来是由美国范语集团冠名赞助的范语财经报女之 首先来看的是美国能源部表示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比上个礼拜增加了550万桶 达到了4亿6000万桶 美国公布了特别301报告 将中国、印度、俄罗斯等国家列为优先观察名单 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不利 由于贷款给中国的获利能用来支持贫困国家 因此亚银记决定要继续贷款给中国 最后是知名的手机大厂诺基亚因为第一季的亏损暴增 不得已延迟推出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结果反而落后中国华为和瑞典的爱立信公司